我要让太上皇该杀的杀 该棍的棍 该罢免的罢免 重新恢复乾隆盛世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 在位六十年的乾隆皇帝 驾崩于养心殿 享年八十九岁 他成为了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的皇帝 在位期间 清朝达到了康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 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的统一 社会经济文化等都有进一步的发展 但在晚年 乾隆皇帝浩大习功 使雍正朝大力整治 而逐渐清明的励志 又逐渐败坏到新的层次 全国多地爆发了暴乱 其中规模最大的 要属川山一带的白莲教 导致清朝人口锐减三分之一 乾隆逝世后 意味着全清朝野的和珅该倒台了 嘉庆没有给和珅任何的喘息的机会 以迅雷不惜掩耳盗铃之势 在乾隆的大丧之日 将和珅打入大牢 而关押他的牢房 正是四年前留庸的老地方 和珅被打入大牢后 整个人变得神志不清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乾隆 似乎是在祈祷乾隆 能够满血复活 来为他平凡所谓的冤居 太上皇又在和珅 和珅喊冤 岂不是华天下之大吉的笑话吗 是 五年之前 两人曾立下五年之约 刘庸断定和珅在五年之内必然倒台 我说不出五年 要想建和中堂 那就得换个地方了 什么地方 刑部大狱 如果五年之内您下了大狱 我略备小菜罚酒三杯 如今胜负一分 刘庸信守承诺 带着韭菜来送和珅最后一程 嘴里还不忘杀人诛心地说道 自己是最后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来探视你和珅的人 你的同党现在是自身难保 你的三妻四妾也都跟人跑了 那些以前对你一些没拍马的逢迎者 现在对你更是逼之唯恐不及呀 没有人了 没有人来看你了 当然咯 才会来一个钦差 向你宣读皇上的圣旨 这之后 没有人了 再有 就是向你索命的 白无常 黑无常 青面獠牙的夜长 恶鬼 说了 刘庸你 别过来 让和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嘉庆为什么要在乾隆的大丧之日 违背太上皇的旨意 将他逮捕下狱呢 皇上就是要在太上皇的大丧之日杀了 为什么呀 你应该自己问自己呀 刘庸趁热打铁 开始引导和珅自杀 好给自己留个体面 你和珅既然这么爱戴太上皇 就应该随太上皇西去 这样太上皇就能在地底下 继续重庸和庇护你 你就还是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和珅 你在尘世间失去的所有荣华不贵 不是可以在九泉之下都得到的吗 和珅一听居然还有机会见到太上皇 落寞的眼神瞬间有了一丝亮光 我要能见到太上皇了 那才我见到太上皇 我要把这短短五天来做 发生的一切 向太上皇一走报 我要让太上皇 该杀的杀 该过着过 该把眠的把眠 和珅激动之下 竟还向刘庸取诺 会念在他送韭菜之情上 加封他为太子太保 并执掌军机处 刘庸听后笑了 自己这一酒一饭 竟换来了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的地位 尽管这个交易的回报十分丰厚 但刘庸还是强词拒绝 他告诉和珅 不管是杨氏还是阴坚 自己是再也不会入朝为官了 和珅听完乐了 说天地下哪有不想做官的 刘庸却表示 自己就是那个人 他早就厌倦了官场上的 尔虞我诈 而不想此刻的和珅 还沉浸在恢复 作为乾隆盛世的幻想中 他不想跟刘庸争辩 只想开怀畅饮 来 打枪 你说什么呀 刘庸冷漠的语气 打破了和珅的 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如梦初行 意识到了自己如今的处境 请你再给我 打打架 我是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的 这是和珅一顿 简简单单的断头饭 却让他吃出了 从未有过的滋味 面对手上那杯 再便宜不过的牛兰山 和珅却喝出了 茅台的滋味 刘老兄 嗯 这是什么酒啊 我才发现 这这么好喝 这一定是你保存多年的 玉次穷江吧 刘庸听后笑了 我亲爱的何大人 这就是街边老百姓喝的二锅头 而不是你常喝的 一百八一杯的宫廷玉月酒 和珅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其府上下人 经常喝的二锅头 居然这么好喝 而和珅面对山东特产 煎并卷大葱 更是吃出了满汉全席的味道 好吃 这是什么美食 既开胃又美妙 这种平时连他府里下人 都不吃的东西 和珅也吃得津津有味 一番狼吞虎咽过后 他幡然醒悟 原来生活是如此的美好 好吃好喝呀刘庸 他也想活着 于是下跪恳求刘庸给嘉庆带话 说自己每天醋茶淡饭也不在乎 愿意献出所有的家产 我不求一款半只 我可以献出我所有的财产 只求粗茶淡饭 无私无欲 清净无味 了此残生 拜托了刘老秀 晚了 晚了来不及了 刘庸能来世呢 刘庸自自诛心地说道 有没有来世 谁也说不清 但即便有来世 以你和珅的尿性 多半还是会得寸进尺 力求重登高位 付前世之仇 遭现世之溺 这就是你和珅的本性 是万难改变的 如果你我之间 换一换这方寸之地 是你站在栅栏外边 而不是站在栅栏里边 你想想 你还能仅仅满足于二国头 和这煎饼卷大葱 刘庸的话说到了和珅的心坎里 他一把扔掉手里的煎饼卷大葱 将刘庸怒吼道 对 我不会满足的 我会抓紧机会 前方半计的 冲向朝堂 载握大权 我要恢复千龙 只可惜啊 这一切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 而和珅对有刘庸这么个执己 也是很无奈 等两人敢玩最后一杯酒 嘉庆的圣旨也到了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查和珅种种备忘专善 罪大恶极 与法师无丝毫可待 顾念其曾任首辅大臣 先朝大臣刘庸 请从次律 于万无可待之中 免其腰斩于世 卓家恩 次令自尽 钦此 刘庸与和珅同殿为臣几十载 也斗了几十载 要说一点感情都没有 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 他为和珅求了最后一次情 让其免于菜式口腰斩 而是刺激白铃一根自尽 给和珅保留了最后的体面 但此刻的和珅却怕了 他看着这条四处飘荡的白铃 宛如索命的冤魂一般 吓得大喊救命 在看到黑暗中走出的刘庸时 宛如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你忘了吗 太上皇在圆明园召见 你骑马直入左门 穿正大光明电池瘦山口 你是何等的傲慢 乘教出入神武门 你是何等的威风 太上皇夜宿陕西向部里朝政 你操纵周庆书 冒充太上皇 执国家设计与不顾 你是何等的大胆 等刘庆书完他的种种恶性 和珍才下定决心 缓慢地走到白铃前 就这样 和珍在催命判官刘庸的指导下 套上了自己圆润的大脑袋 对对对就这样 就这样 双腿一蹬就行了 套上吧 套上 和尚和尚和尚 别下来 别下来 没劲的 刘庸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他激动地在牢里大汗 看看这个用自己的手 抓拳抓钱抓美女的人 当初那手是多么的有力 多么的残酷无情 现在这双手 还是那双手 多么的无力 多么的苍白 刘庸用尽了自己毕生的文学词汇 将和珍自杀的过程 结束得淋漓尽致 就这样 一代巨贪和珍 以这样一种再简单不过的方式 结束了他复杂而罪恶的一生 其长子风真因德 因驸马的身份免于连坐 豪华的和服一尊为二 一半留于驸马居住 另一半成了后来赫赫有名的公王府 和珍死后 刘庸也如愿以偿 远离了朝堂的争权夺利 过上了老百姓的生活 但这世间的一切就好似一个轮回 解决完和珍后 完全控制了朝政的家庆 却活成了第二个乾隆 他的身边也出现了 献媚妖宠的和珍 但唯独没有了 刚正不恶的刘罗郭 好了 刘罗郭剧情就此解除完毕 喜欢的剧友 便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情山不改 绿水长流 下部剧不见不散